餐厅卫生间里,女人正在补妆 只听服务员躲在隔壁跟闺蜜传递八卦 忽然,女人听到了自己 对方吐槽她的身材太辣 属实不像什么良家女 她本想直接离开 不料对方越说越来劲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女人不是第一次这样 出门坐地铁 旁边的男人一边啃三明治 便不停鼓勇,双腿就差,匹个岔 眼看这人不懂收敛 女人顿时瞳孔一缩 抢过三明治直砸对方鼻梁鼓 这个能动手就绝对不爸爸的女人 名叫琳达 暴力是刻画在她DNA里的天赋 小时候朋友吃了她的那份生日蛋糕 她一巴掌把人摁进奶油 高年级抢她的洋娃娃 她挥起棍子就是一顿揍 没人敢和她亲密来往 经过诊断,琳达患有罕见的 终身神经紊乱 时不时就会有狂怒杀人的冲动 父母本以为医院能治好她 却不料病症更加严重 她一旦被激怒 不仅能徒手睁开扎线带 一脚干翻成年壮汉 还能双腿夹翻八百斤医生 后来 父母把她送进军队 想以暴力解决暴力 不成想不止队友被她揍了个遍 就连教官都被一棍子干晕 独立之后 琳达尝试过瑜伽 药物治疗 极限运动 摔跤格斗 但这些治疗无一例外 全都加重了她的病情 索性有个不正经的医生 创造了一个能让她变得正常的机会 既然她无法抑制暴力激素 必须打倒暴力源才能恢复正常 那就用更为野蛮粗暴的手段 让她没有动手的力气 就像那晚在进入餐厅前 琳达看见一个客人正在围难门头 而且嘴里不停说着乌言会语 她体内的暴力因此立即兴奋起来 瞳孔瞬间收缩 在对方离开的前一秒扒住车窗 可转瞬间 男人还好好的站在对面 原来一切都是琳达的幻想 她手中的按钮成功抑制她的情 这个按钮连接着她身上贴的数条电线 只要轻轻按一下 一股强电流就会贯穿全身 这就是医疗版的以暴制暴 每电一次 琳达就会痛苦一次 弊端就是电得多了 身体会产生抗体 因此 当她在餐厅卫生间 听到服务员八卦时 由于不停按按钮抑制情绪 反而没了用 就这样 她再次放纵自己 狂揍了对方 许是怕自己的怪异 引得约会对象心生反感 琳达直接不告而别 可回到家的她 脑海不停浮现约会对象的英俊面旁 特别是当她在餐桌上 就忍不住想对服务员动手时 对方幽默风趣的话 竟然让她莫名平静下来 琳达明白 自己这是一见钟情了 可这不应该出现在她的世界里 为了恢复正常 她找到医生 医生一听声音 立马掏出手枪防备 看样子之前被琳达揍过不少次 见琳达情绪还算稳定 她这才收回枪 扔过去一对手铐 琳达习以为常 靠起右手后 让医生把她超赛的电击按钮修好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 两人谈话也很正常 可突然间 医生开始边说话偏焦桌子 声音实在烦人 琳达又一次上头 幸好 医生及时修好按钮 电流阻止了命案的发生 不过琳达该出手时依旧出手 出门在外打电话 千万不要说脏话 否则就会被路过的美女 猛地给个大逼兜 要是在地铁里吃东西 插大腿 那就更别说了 美女直接夺过三明治 给你怼进鼻孔 虽然电击装置 能够暂时抑制琳达的暴力情绪 可这样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主治医生在得知 他有一个一见钟情的优质男人后 就劝说他去谈恋爱 万一这人就是他万里挑一的良药呢 琳达口头上连连拒绝 但身体还是非常诚实地联系了对方 两人相约晚上见面 相谈甚欢 很快就滚上了床单 尽管他们才见了两面 这进度数十太快 可琳达乐在其中 母胎solo25年 这是她第一次尝到男欢女爱的滋味 加斯汀的身体十分合她 更重要的是 加斯汀不嫌弃她的病 认为这样的她独一无二 就这样 琳达彻底陷进爱情漩涡 乖乖听从对方安排 在家里等她下班回来做饭 在此期间 琳达丢掉药物 脱掉电机装置 整个人容装焕发 深夜 琳达精心打扮一番 焦急地在家等待加斯汀 可几个小时过去了 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 等她打过去一问 接电话的净是一名警探 警探表示 加斯汀已经遇害 尸体被人扔在一个垃圾箱里 他们怀疑这是一起 恶劣的报复杀人案 琳达悲痛欲绝 贾斯汀在她眼里谦逊有理 怎么可能会得罪什么人 更何况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会计 手里负责的客户只有一个 难不成这个客户就是凶手 男警探摸手安慰 他们会调查出真相 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这一摸可算是给琳达的毛病摸出来了 瞳孔一缩直接掰断对方手指 然后夺过女警探腰间的枪 抱头场面十分血腥 锁心按钮在手 这一切都是她的假象 挣脱男警探的束缚后 琳达拿着她递过来的名片直接离开 隔天上午 她到墓地参加葬礼 回家后郁郁寡欢 为了发泄悲痛情绪 她来到诊所准备干掉医生 要不是因为她让自己体验爱情 贾斯汀也不会死 医生及时按下按钮 同时打下一针镇定剂 琳达这才平静下来 几个小时后 她缓慢从睡梦中清醒 医生极力劝说她不要冲动复仇 但琳达不听 看样子医生似乎知道什么内情 但她欲言又止 终究没有说出口 之后 琳达给男警探打去电话 谎称自己想到了关键线索 很快 两名警探离开警局 谁料琳达这次来了出调虎离山 见两人离开 她立马出动 拿走案件档案后顺走门卡 进入证务间取走贾斯汀的手机 事后 她马不停蹄的来到贾斯汀的家 在这里寻找线索 但整个屋子干净的可怕 就像是个样板间 无奈之下 她只好拿走一辆豪车钥匙 准备先去找贾斯汀的客户 就在这时 男警探打来电话 质问她为什么要偷走证物 琳达坦白自己要寻找真相 为男友报仇 说吧 她就打算离开这里 可女警探已经持枪追了上来 索性男警探及时通风报信 琳达这才避免当场毕命 趁着把手机扔给女警探的机会 琳达一下打掉手枪 三两下干倒女警 随即来到停车场驾驶豪车 在大街上上演速度与激情 男警探见状立马开车追了上去 可车速与灵活度实在是比不上跑车 琳达一开始车气稍有声疏 但很快渐入佳境 流畅超车 男警探反应不及 直直撞上对面货车 隔天清晨 琳达找到知名黑客 让其帮忙破解手机 查出贾斯汀临死前的最后一通电话 是打给谁的 黑客一番操作 成功进入手机 根据能查到的通话记录 贾斯汀的最后一通电话 竟然是军火上巴黎打来的 巴黎这个名字 跟贾斯汀之前说的客户名字一模一样 难不成他真的是被客户灭口 根据电话位置 琳达来到市中心的一栋废弃建筑 这里隐藏着一个地下全场 经营者正是巴黎 琳达也不废话 叫停比赛后直接叫嚣巴黎 如果他能打倒这里的三个打手 那他就把杀人犯的名字说出来 巴黎敬佩他的勇气 一口答应下来 随后点燃上阵 很显然 他低估了琳达的实力 琳达属于越打越强 越痛越来劲 尽管对手身形庞大 力量存在极大差距 各常人身上连壮汉一拳都顶不住 但谁让琳达不是一般人 就算被对方打得吃痛倒地 他也能力挽狂澜 证据上风 为了不丢面 巴黎立马叫停 把琳达喊上车 准备完成承诺 琳达信以为真 可没了几具司机就掏出手枪 准备斩草出根 琳达临危不乱 事后 琳达用电机逼问出凶手名字 加雷斯·菲泽尔 他是巴黎背后的老板 同样也是警局甚至中情局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人 可琳达不在乎 为了深一步了解仇人 他来到医院面前车祸受伤的男警探 询问菲泽尔这人住在哪 男警探闻名色变 劝说他不要以身涉险 不值当 琳达根本不听劝 贾斯汀是第一个伸手把他拉出泥潭的人 他没有办法不在乎 男警探显然是对他一见钟情 无奈坦白 菲泽尔住在市中心的帝国大厦 可还不等琳达离开 女警神出鬼没 他立马出手防卫 随即在住院部来回逃窜 毁掉了不知道多少医疗设备 为了彻底摆脱追踪 琳达不得已向婴儿下手 朝着女警扔出一个又一个 他相信对方有能力接住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他也顺利脱身 深夜 琳达只身前往帝国大厦 菲泽尔的秘书非常有礼貌 二话不说就带着他去找老板 然而在乘坐电梯时 毫无防备的他直接被一肘子打晕 等再次醒来 秘书已经做好了分尸的准备 第一步就是先把他体内的血都给排出来 当然 要是琳达承诺不再纠缠 他可以手下留情 没命了怎么报仇 最后琳达选择离开 不过他的电机装置被留在了大楼里 这下可完蛋了 司机很快遭受暴击 好在车子及时停下 琳达立马下车去找医生要备用装置 休息到第二天清晨 他独自回到家 却意外发现门牌号松动 忽感大事不妙 如果你见自家门牌松动 你会怎么做 琳达直接避开房门 从窗户爬进家 只见门口被射下炸弹 只要开门 爆炸就会轰得一下扩散开来 人连个渣渣都不剩 琳达也是个狠人 既然有人想让他死 那就死一个好了 他把炸弹拆解下来 从中弄下来一些碎渣用锡纸包裹 随即放进微波炉设置20分钟 同时打开煤气灶 然后他拿着装进包的炸弹走出大楼 直接坐在一直在楼下蹲守的南警探车里 南警探本想直接逮捕他 可终究还是心软 在感受到琳达身上的电击装置后 他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会如此暴躁 十几分钟后 爆炸肃然发生 琳达迅速下车 趁乱离开 二闯帝国大厦 这一次 他选择爬外墙进入内部 从大厦的缝隙里不断往上攀岩 可就在即将成功时 秘书再度出现 可真是撞了鞋了 之后 他被带到幕后大佬菲茨尔面前 两人进行了一番没有营养的谈话 随即琳达就被打晕 又一次出现在晃眼密室里 秘书没再给他机会 直接开始抽血 旁边还摆放着各种肢解工具 不断加强的痛苦让琳达瞳孔收缩 进而战斗时爆表 瞬间挣脱束缚 用自己的血糊住对方眼睛 可秘书也不是吃素的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琳达很快处于劣势 被铁链高高吊起 拳拳打在腹部 趁其不备 琳达瞬间反击 逼问该去怎么找贼子儿 见对方嘴硬 一旁的肢血工具就成了他的武器 得到答案后 他提着背包勇往直前 不慎又遇到保镖 无奈之下 他只好动手 见一个个上打不过 保镖骑上阵 可琳达报仇心切 仍是占据主导地位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赤手空拳不过瘾 他就灭火器 用法千奇百怪 对方想以牙还牙 却被揍得更惨 最后全部倒地不起 琳达捡起背包继续往里走 用秘书断纸打开电梯 成功来到菲泽尔面前 可菲泽尔此刻已经断气 只见一个男人鼓掌从旁边走出 这人赫然是已经去世的贾斯汀 原来 贾斯汀是假死 从头到尾他都在利用琳达 他故意接近琳达 利用琳达的天真 帮自己解决掉菲泽尔的手下 这样他就有机会钻空子 除掉菲泽尔 完成中情局交代的任务 就算后续有人追查 琳达也已经替他背了黑锅 琳达眼含泪水 不明白爱人为什么要这样 贾斯汀为了让他明目 坦白这些都源于医生的热情推荐 交换条件就是换取他的资助 怪不得医生之前欲言又止 原来是因为这个 说吧 贾斯汀拿出按钮 不停电击琳达的身体 想让他痛苦而亡 可他不知道 电击次数多了 琳达就有了抵抗力 他缓缓站起身子 把背包扔到贾斯汀怀里 随即奔向电梯 事后 琳达来到诊所抓住医生 男警探感到以为他在害人 直接开枪打伤他的大腿 最后真相大白 琳达和男警探之间 有了无法言喻的情愫 但两人都未挑明 伤愈后 琳达回到家里寻找着什么 突然一个女人出现 似乎是中群局里的大佬 她邀请琳达加入自己 成为人类最强大的武器 这部是于2021年上映的动作片《警醒》 动作戏还不错 看样子还有第二部 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恋爱脑 爱情会拯救一个人 也会毁掉一个人